我在纠结新款的Air和去年14寸的Pro 因为我至少8年不会换电脑 这是来自一位网友的留言 后来我们多聊了一会儿 我觉得挺有价值的 做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今年新款M2的Air和去年老款14寸的M1 Pro 该怎么选 哪个能用到8年 因为我之前的那个13寸的Pro就用了8年 这位同学的需求是日常使用 减减视频 预算是12000左右 这个新品加上教育优惠是12500块钱 16G加512 去年的M1 Pro在多多上的价格是12500多 这两个价格是差不多的 后来我问他关于剪辑的需求 是不是4K60帧有几层视频 他说没那么专业 这位同学的纠结点在于他想买新的 因为新的更漂亮 但是他不知道他能不能撑过8年 好我先说第一个问题 这个Air是没有风扇的 去年的M1 Pro是有风扇的 光从这个风扇上来说 有风扇的M1 Pro它的性能输出会更持久会更高 关于能不能撑到8年 我不负责任的估计也就3年 然后开始呈现皮态 6年之后也不是不能用 还能凑合用还能坚持3年 我举了个例子 在2014年的年初 我和我的同事各买了一台苹果笔记本 我买的是MacBook Pro 它买的是Air 我的是8加256 它的是4加128 我的屏幕是Retain的屏 2560x1600 它的是普通屏幕 还是1024x768的吧 我当时花了1万出头买的 它花了7000多块钱买的 截止到今年年初 都用了8年 我的已经卖掉了 卖了1000出头 它呢还在用 花了200多块钱 买了个第三方的电池 依然可以用 而且依然在为它赚钱 以前我们都是用电脑来做网页处理 还有简单的图片 现在我变成了处理视频更多一些 另外我还喜欢体验新的系统 如果我的MacBook Pro还在用的话 可以用4年前的系统 也就是10.13 速度依然很流畅 因为在卖出去之前 我还用了一个多月老版本 我给它做了一个降级 现在的很多软件 都不支持老系统版本了 我那个MacBook Pro用了8年 电池已经鼓包 但是可以用 虽然有比较明显的磕碰 但是可以用 说二手的商家 他给我检测的时候 检查出了很多小问题 但是都不影响正常使用 软件都不支持 要么就用比较新的操作系统 电脑又慢又热 现在是2022年 到了2030年 你再回头看2021年的14寸的M1 Pro 和2022年的M2 都变成了糟老头子 对于我来说 我的需求很明确 这种老电脑是不合适的 但对于我那个同事来说 虽然电脑用了8年 但换了电池还能再占三年 因为它的需求没有变 软件也没有变 仍然可以拿它来干活赚钱 所以选择是根据自己手里的预算 以及需求和未来的需求来定的 最后说说怎么办 其实不用纠结 从性能这个维度来看 就选14寸的2021款M1的Pro 我感觉这个比M2的Air 撑得更久一些 性能更足一些 更专业一些 但是也不要想着能撑8年 这个撑8年是自己想出来的 要调整自己的心理预期 4年能不能满足 4年不行 2年3年能不能满足 新iPhone前两三年是高端机 过了两三年就是中端机 再过两三年 就变成了低端机 我的老观众应该知道 我在去年双十一 买了一台M1版本的Air 是低配版 8加256 我在当时选这台电脑的时候 也很纠结 主要问题也是想用得更久一点 因为时间预期过长 心理压力很大 选择就很难 但我只想用两三年 未来这两三年的配置 肯定是够我用的 是可控的 过了这两三年以后再说 如果那时候 我的工作需求变了 根据我的实际需求 再买适合的产品 去年我选的M1 8加256 还是挺幸运的 因为今年M2的Air 它的起步档还是8加256 另外M2的性能 比M1也没强到哪去 去年我在选择的时候 我也特别想要那个15000的14寸的M1 Pro 那个是我想要的 但不是我需要的 我现在这个M1Air用起来也不是很爽 比如内存小 我每次只能干一件事 硬盘也小 做完的事我要把数据都转移走 通过改变我的一些使用习惯 来适应这台低配电脑 或者说将就它 但是这个M1Air确实是一个利器 就相当于一把菜刀 切菜切肉切水果都很快 很锋利也很轻 很顺手 而且锋利能持续很久 但是你不能用它来剁骨头 所以你要明白你的需求 买这把刀是用来切菜切肉 还是用来剁骨头 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需求 是没法选的 我当时在做选择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未来这两三年 是不用它来剁骨头 以后等我需要剁骨头了 我会再买一只 所以不要贪 要学会放弃 其实很多电脑数码爱好者 在给自己选产品的时候 都想用得久一些 性能好一些 但是我们不知道 四五年以后用到什么软件 需要什么样的性能 估计连库克都不知道 现在可以知道 M2对于M1来说 只是提升了一丢丢 苹果也在挤压膏了 但是M1 相对于之前的英特尔芯片 相当于挤了一大管牙膏 那么又引出一个新问题 有没有必要等 今年九十月份的M2 Pro呢 我觉得按苹果的规律 这个M1和M1 Pro区别不大 Pro版主要是多核心 但是价格也是成正比 适合不同的需求 Air适合轻度 Pro适合轻度高一点 那个多核心的M1 Pro 或者未来的M2 Pro 也是为了适合高负载的图片处理和视频剪辑需求 说到对性能的需求 我想到了英特尔的12400和12100 一个价格1100 一个价格700多 对于我的需求来说 我肯定选12400 但是对于绝大部分办公用途来说 12100足够了 但是12400和12700差了1000块钱 这个钱有没有必要加呢 对于我的需求来说 可以选12700 也可以不选 因为这1000块钱提升的性能 对于我来说用处不大 就是多了一些核心 对于图片处理 视频剪辑 这种干活需求来说 还是挺有必要的 我主要是用它来玩游戏和轻度剪辑 12700买和不买都无所谓 其实12100对我来说都够了 但是也得往后想一想吧 毕竟12400比12100也没贵几百块钱 这个提升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在选购商品的时候 纠结的原因就是 自己不知道未来的需求 但是把这个未来的事谁都不知道 你现在想知道未来的事 那就是妄想 我之前也是这样 特别累心 而且毫无意义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